10月13日晚上8点16分 男人乘船在湖中央摇摆不停 船好不容易恢复平静 湖面又开始出现诡异现象 湖水像烧开了一样沸腾起来 船讲在不远处的湖面上 男人不会游泳 朝着湖里大喊 你在做什么 快回来啊大兄 花音刚落 船瞬间爆炸 露营的人急忙走出帐篷查看 只见不远处生起一条巨大的火龙 11月23日 小薰和同事在学校进行防范教学 两人在台上演得津津有味 台下却空无一人 因为今天是文化节 活动是学生资源参加 谁会对防范教学感兴趣 他们这边没人 不代表别处没有 美术部就是个例外 这里人山人海 小薰和同事凑近一看 学生们都在研究一幅作品 名为复活的死人面具 作者是美术社的大山 面具太过逼真 让人不寒而栗 有人认出石膏脸是大熊 叫来大熊妈确认 果然没有认错 作者大山拿出模具 他是根据这个做的 模具是他在自然公园捡到的 三天后 警方在自然公园车堂里 发现了大熊的尸体 大熊一个月前就失踪了 母亲早已联系警方寻人 可始终没有消息 大熊脑部被子弹打穿 这是一桩他傻案 奇怪的是 金属面具从何而来 杀人就杀人吧 怎么还复制死者面部 连额头的枪痕 都复制得微妙微翘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名堂呢 助手觉得是死者怨念 让铝片变形 怨念什么的不存在 估计是施加了某种物理性的外力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 汤川请学生们帮忙 准备用铝片给助手做个脸膜 学生立刻摁住助手 把铝片用力摁到他脸上 可无论他们怎么摁 都摁不住脸膜 为什么呢 因为脸部皮肤太过柔软 受不住压力 所以这样完全行不通 助手不干了 劝汤川协助调查有个限度 让小熊遇到问题自行解决 汤川这次没办法不插手 因为案件和帝都大学脱不了关系 死者大雄是帝都大学的毕业生 没毕业前是原子能工学系的学生 现在这个系已经没了 教书也都自责回家 不过汤川记得教书的名字 叫木道 看汤川这神情 应该和木道教书有所交集 随后 汤川和小熊来到自然公园 这里有很多废弃材料和大型垃圾 虽然工作人员会定期清扫 但仍旧无济于事 面具的材料都是这里的废材 正在调查是哪个公司丢弃的 看着眼前成堆的垃圾 小熊不禁感叹 日本人真是缺乏道德观 大好的自然环境一点都不知道珍惜 其实不止日本人这样 国外也有把放射性飞机物丢入大海的设立 如果只是科学进步 而人类的环保意识却不进步 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停止 根据现有情报得知 大雄是在10月21日下午3点 到11月1日之间遇害的 因为大陆管理员在10月21日上午11点见过他 他很喜欢摩托 但管理员却对摩托的噪音十分反感 当天还因此骂过他 那之后他给家里打了电话 因为家中没人 所以是电话留言 从那以后 他的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 母亲担心他 前去住所寻找 这才发现他已经不知所踪 为什么会说到11月1日 因为面具是在哪天捡的 凶器是一把口锌为41的手墙 血液中淋巴球异常的少 支架腐烂掉落 有小部分出现肥后化现象 经过ESR分析后发现 他受到了辐射 小薰调查过 他在医疗机械公司上班 确实可能受到辐射 根据血液分析结果发现 他受到的是中子放射线辐射 如果是中子放射线辐射 有可能和原子能有关 小薰经调查发现 大雄所在的医疗器械公司 创办人是帝都大学原来的教授 木岛 而奇怪的是 他在案发前几天突然辞职 好像和木岛有什么纠纷 一提到木岛 汤川就若有所思 10月16日晚 也就是大雄失踪前五天 有人目击到他在木岛家门前 与其发生争吵 小薰和同事去过木岛家询问 得到的结果是 木岛一周前去了国外出差 要等下个月7号才能回来 告诉他们这些的是木岛的秘书精子 10月21日到11月1日之间 木岛生在国外 11月5日才回国 这样看来 木岛没有作案时间 既然木岛是帝都大学的教授 汤川肯定听过 小薰想向他打听一下 木岛是个怎样的人 可他似乎刻意回避 小薰察觉到不对 以前他从来不会对案件夹杂私人感情 这次却不同了 小薰想知道他在隐瞒什么 他却不肯说 小薰只能离开 刚回到警局 就遇到了许久未见的前辈 前辈是为冷呼吸爆炸案来的 现场只找到船只残骸和成年男性的尸体碎片 没有找到引发爆炸的物品 法医尸检时发现 死者受到了辐射 和大雄一样 都是受到中子方射线辐射 前辈至今都没查到死者身份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调查大雄周围有没有失踪人员 毕竟死者和大雄所受的辐射一致 来之前前辈联系过汤川 想问问他对爆炸案的看法 总觉得他没什么精神 小薰有同样的感觉 但他什么也不愿说 小薰只能随他而去 前去调查大雄的人际关系 那边 汤川正在研究爆炸案 助理再次劝他不要插手此案 不快乐的事 还是不要想起来比较好 虽然不知道案子是否和那个人有关 但他只想查清面具之谜 助手不同意 觉得人生中有些事 最好是过眼济光 他没有放在心上 再次来到垃圾堆积的公园 遇到一位捡垃圾的老爷爷 得知他的身份后 老爷爷喋喋不休 他们这些科学家搞发明创造 让世界变得发达 可有没有考虑过后果 好好的一个公园竟然变成垃圾堆 如果世界变得发达 人类却还在原地踏步 那世界就完蛋了 他帮老爷爷搬旧冰箱 作为交换 老爷爷可以让他看看垃圾厂 两人一路来到垃圾厂 据老爷爷所说 以前也有做环境调查的官员学者来自 但是看了却什么也做不了 科学家们只顾着让世界发展 却不顾这些垃圾 世界终究会变得更糟 然后只给他发现尸体前十天回收的垃圾扇 想要调查就请自便 他戴上手套认真搜寻 终于发现线索 来到一旁开始运算 梳理脑海中的一只线索 搞清了死人面具之谜 他立刻联系小薰 让小薰去气象台调查天气 调查完后小薰来到研究室 只见门上贴着实验中 危险的字样 他推门而入 学生们立刻提醒 危险 小心触电 吓得他浑都没了 汤川恰好出现 已经没事了 电容器已经完全放电 他调查到 10月3日和19日 在公园附近观测的落雷现象 这和案件有什么关系呢 汤川开始进行正式 用水槽模拟池塘 人体模型模拟尸体 再有就是雷电发生装置 这个装置可以产生小型的雷 汤川推测当时有雷击到池塘 被扔掉的铁管代替了避雷针 铁管上缠绕着电线 而且电线的顶端静默在水中 也就是说 电通过电线释放到水中 但这根电线并没有做到 能承受那么大的电能 因此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这就需要汤川的实验 学生打开实验设备 落雷出现的一瞬间 水槽中的水变得模糊不清 片刻后 众人看到铝片被紧紧压到 人体模型脸上 这就是死人面具的形成过程 电能量过强 电线承受不住 瞬间熔断 产生强大的冲击力 和目击者的证词就不吻合了 落雷发生在19日 目击者在21日看到大雄身影 面具在11月1日被发现 21日到1日未出现落雷现象 难道大雄在19日就已经沉堂 可目击者的证词该怎么解释 大雄打回家的电话又怎么解释 现在看来 是凶手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 误导警方对死亡时间的推断 想到这里 小薰决定重新调查一遍目击情报 爆炸案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 大雄的同事没底 这样看来 两人的公司肯定有什么问题 与此同时 汤川来木岛家拜访 今天恰好是木岛回国的日子 两人在门口相遇 一具老师表明两人身份 原来木岛是汤川的老师 他和大雄在10月16日争吵 只是因为工作上的事 经过解释大雄已经理解 然后就回家了 至于10月13日 死在湖心爆炸事件中的梅里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的公司是处理电子线加速器的 如果进行改良 就可以做出中子放射线 表面是医疗器械公司 实际上还在继续红色墨丘利的开发 所以大雄和梅里才会收到辐射 红色墨丘利是前苏联开发成功的 能将中子百分百反射的虚幻合金 如果运用这个 只需少量其他材料 就可以制作出优良的原子炉 但他的研究缺乏控制核反应的系统 由此可以推断 他想要的恐怕不是原子炉 而是小型核爆弹 他想要什么与汤川无关 觉得自己的想法没错 况且那两人遇害时 他都在国外 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 不过让他好奇的是 汤川怎么会当警察的助手 理由很简单 警局里有熟人 此时桌上的电脑 录下两人的谈话过程 汤川猜测他有共犯 他直接插开话题 说今天对汤川的评价是D 逻辑的展开太过粗糙 论文最好从头开线 汤川虚心接受批评 不过大雄和梅里的死 他一定会调查清楚 这场师生对决正式开始 那边 助手讲述了汤川与木岛之间的渊源 木岛原本是原子力研究的权威 如果现在还在 应该是掌管理工学部的人 95年发生高速中子 反映隆纳的外露事故 帝都大学因此不再重视原子力研究 汤川曾是木岛研究组成员 可不知怎么的 木岛的研究突然被人检举 他也因此被大学检雇 大家猜测检举人士汤川 为了学会未来的希望 助手拜托小薰不要再找汤川 汤川不能再和木岛扯上关系了 小薰明显动摇了 回去后追着同事说面具的行政原理 同事对这些不感兴趣 觉得两人为什么死才是最重要的 这时汤川打来电话 小薰拒绝 没想到下班就看到了汤川的身影 他反省过了 自己竟然把找汤川帮忙 当成理所当然 这时他作为刑警的师职 况且也会给汤川遭受困扰 汤川虽然说过这样的话 但从没把他当成困扰 回想起助手的话 他决定不麻烦汤川了 与此同时 精子在截取汤川的录音 木岛看到后非但不制止 还说他太操心了 他觉得没什么 让木岛能专心研究是他的任务 隔天 精子的尸体被发现 他是自杀的 遗书上承认了杀害大熊和梅里的罪行 自杀使用的枪和大熊被杀的是同一款 小薰不信 如果大熊是精子杀的 辐射的事怎么说 大熊死后的电话留言又是怎么回事 为了弄清这些 小薰决定继续调查 知道他在意电话留言 法医建议他去咳嗽眼询问 于是他带着电话留言去了咳嗽眼 用电话留言和大熊的声音进行对比 终于得出结论 电话留言是人工合成的 那边 汤川从爆炸状况和火焰颜色判断 应该是钠和水产生反应导致的 可梅里成都的小船 装不下那么多钠 应该还有其他位置金属 此时 想必查到一个线索 梅里是个武器商人 汤川想起木岛的话 论文最好从头开始改写 察觉到自己的思路从一开始就错了 其实杀了梅里的不是木岛 而是梅里和大熊打算杀死木岛 想到这里 汤川又开始运算 然后梳理线索 最终得出结论 产生爆炸的未知金属 是正在开发 用在核反应冷却上的钠合金 为了证实这一结论 汤川带着学生们一遍遍地做实验 最终成功在线爆炸场面 小薰下班回家 汤川突然打了电话 让他去研究室一趟 犹豫片刻 他答应下来 可他不知道的是 电话被人动了手脚 联系他的根本不是汤川 而是木岛 木岛操作完这一切后 把汤川叫到研究室 汤川当着木岛的面 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首先 杀害梅里的是大雄 他把梅里带到湖上 使用钠合金炸死对方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他知道了梅里的真实身份 武器伤人 杀死梅里后 他来到木岛家 询问是否真的在研究核武器 邻居看到两人发生口角 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应该是带着刺杀木岛的想法来的 可最终还是被枪杀 尸体在19日热雷前被遗弃 21日金子假扮他 制造他还活着的假象 电话留言应该也是金子的杰作 金子做完这些 被木岛用枪杀死 这样金子就背上了全部罪名 警方也会停止调查 木岛的研究便可以继续了 其实汤川说的大部分都对 只不过搞错了一点 金子确实是自杀的 为了让木岛的研究能继续下去 金子愿意背过 大雄和梅里说的辐射 是因为研究经费不足 导致设备出现故障 在木岛看来 真正能理解他研究意义的 只有金子一人 说完 他拉开脸子 给汤川展示布环维板红色摸秋莉 威力可以炸毁整个东京 小薰就被绑在那里 这是他给汤川的最后一个课题 解除方法有7854种 但只有一种是正确的 如果5月12点还没解除 东京就会被炸毁 汤川制作他不配当科学家 研究导致两人死亡 他料到金子会为他走上去路 却视而不见 如今又在这里设置炸弹 想让汤川背上所有的罪 事到如今还打算逃跑 真是既没责任又没担当 这种人不配当科学家 木岛离开后 汤川开始解题 小薰问了个很白痴的问题 炸弹不都是红线跟蓝线 选一条剪掉吗 看来是动画片看多了 现实世界哪有那种单纯的炸弹 说话间 汤川开始拆除炸弹 小薰怕影响他 一个字也不敢说 汤川十分无奈 觉得平常很吵闹的人 忽然变得安静反而会影响人 其实当初告发木岛的不是他 而是木岛的助手 他讨厌这样的自己 否定木岛的想法却又不告发 这和木岛没什么差别 小薰坚定表示 他和木岛不一样 汤川没有继续争论 而是焊电板和计算机比速度 破解密码 找引爆导线 导线是找到了 可最终还要进行弘栏选择 此时距离爆炸只剩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汤川不知该检打根线 于是询问小薰喜欢什么颜色 为了保命 小薰果断回答粉红色 汤川拿起工具动手 时间也到 炸弹没有爆炸 汤川不禁感叹 小薰的直觉果然超乎一场现象 用常理无法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只见那红蓝线中 还隐藏了一根粉红色的线 这条线才是真正的引爆导线 不过已经被汤川剪断 汤川伸手扶起小薰 幸好没事 花音刚落 小薰就扑到他的怀里 搞得汤川不知所措 不久后 小薰又闯进研究室 拜托汤川帮忙调查案件 可他明明记得 小薰说过不再找他 小薰装萌卖傻 真切请求他的帮助 两人又开始一起调查案件 神诞伽利略第九案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